带男友回趟家,见我爸卖烧烤他脸绿了,临走时碰见我妈,他非我不娶。 网友来信。 我和男朋友经别人介绍认识,男朋友家条件还不错,他爸妈都是企业职工,因为我工作体面,两个人见面后,谈了一段时间,就确定了关系。 之后,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感觉也不错,我也有了结婚的打算。 我问男朋友回趟家去见见我爸,他很开心地答应了,就在上周末我和男友一起回了趟家,回到家我爸不在,我就带男友去市场找他。 我爸当时正在烧烤摊上招呼客人,看到我带着男朋友回来,他高兴坏了,可我发现男朋友见到我爸脸都绿了,随口说了声,叔叔好。 我爸好像也看出来了,还一个劲地跟我说,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你带男朋友回家了? 还把人带到店里来,这里烟熏火燎的,一路上,男朋友也没说几句话。 回到家,我爸给我们做了几道菜,我看男朋友都没动几口,本来我们计划在我们家住两天,可男朋友出去接了个电话后,就说家里有事,他要回趟家。 结果刚出小区门口,我妈突然开着一辆奔驰车过来了,忘了说,我爸妈很早就离婚了,我是跟着我爸一起长大的,不过我妈也经常过来看我。 她今天知道我带男友来了,所以过来看看。 寒暄了几句,我突然来了电话,等接完电话,我发现男朋友正跟我妈热情地聊天呢,我气得说你不是要着急赶车回吗? 男友说没事不着急,他说正在和我妈聊天,突然走太不礼貌了,我气得问他,是不是看我爸是卖烧烤的,觉得我家配不上你,让你丢脸了。 现在看到我妈开着一辆一百万的奔驰车就走不动了。 男朋友说他没想到我爸是卖烧烤做小本生意的,一下子没转过弯来,我说你看见我妈倒是转弯挺快的,我甩开他,气得走了。 男友追上来说他绝对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人。 我气得对了他一句,你的确不是我想象的那种人,你就是拜金。 说完我头也不回的走了,男朋友这几天一直给我打电话说要和我订婚,可我觉得太可笑了。 昨天他还打电话威胁我说我要是敢找其他人,他就敢死给我看,天呐,我真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 现在男朋友每天下班都会在单位门口等我,我都不知该怎么办了,朋友们你们说我现在该怎么做。 图片专字网络,与本文无关。 相关文章,母亲并从我四处举债,偶然见老婆手机上银行转账信息,我哭了,离婚。